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有这么一天突然来了个大客户 这大客户是叫钱穆云 就是一个富豪家的太太 他说他不是来调解婚姻的 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求大家一听都觉得非常荒唐什么的 说你能不能去勾引我老公 回来给你一大笔钱 对于可人来讲 现在他确实急需钱 这个男朋友欠了很多债 然后自己生活又一团糟 所以这个时候他很纠结 后来他真的就答应了 然后这个荒唐的交易就这么展开 在钱穆云的安排之下 可人一步步接近了钱穆云的丈夫周正非 甚至和这个周正非发生了关系 后来他自己现在也开始迷惑 到底是假戏还是真情 到底我是真心复出 还是在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而这时候周正非对邓可人完全是付出真心 其实啊 钱穆云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钱穆云跟周正非确实夫妻关系 名存实亡 他希望能够设一个圈套 然后让自己怀孕 利用这个怀孕 利用孩子来拯救他的婚姻 而且他心里还有另外一个计划 现在我们的主人公 可人已经在这个荒唐的事情里面 陷得很深了 可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够摆脱 为了能够拿到钱 现在邓可人只好再次听命于钱穆云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如飞翠鸡鱼汤来喽 来 为我们的新居开火干杯 好 可儿啊 在干杯之前我还想说几句话 来 可儿啊 其实那天带你来作为利用 我并不想那样 这套房子 是我几年前买的 任何人都不知道 就连我自己也只是在心烦的时候 才过来坐一坐 因为这套房子在我心中 它是我真正的家 是我心灵的钢板 可儿 那天你对我突然之间那么主动热情 我很差你 但是我更感动 我知道 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 如果不是下定决心的话 你是绝对绝对不会才去这样行动的 可儿 你的情意 我姥姥记在心里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来来来干杯 好 干杯 为了咱们的美好生活 干杯 干杯 来 老公吃菜 来 尝尝你做的新菜 永远 来来来 完了完了 邓可人下药让周正非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和钱木云发生了关系 其实这是侵犯了周正非的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的定义呢 它是说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身体的组织器官享受了一种权利 我们国家的民法通质第98条有个规定 说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那么周正非在事后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怀孕了 我可以退出了吧 别急呀 先生 你好 你有什么要咨询的吗 可人在吗 他出去了 出去了 他让我接着下班 主任 这是我们主任 哎呀 主任 您好 您好 我是那个可人的男朋友 你好 可人给您添麻烦了吧 没有 他干得不错 现在有客户点名让他接案子 那就好 那就好 听说你们最近这个案子很多是吗 确实挺忙的 他现在整天在外都奔波 挺辛苦的 哦 太阳了 好吧 主任 您还没走啊 没啊 那我们先走了 主任 好 主任再见啊 你怎么来了 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不是怕黑子又去咱家吗 安自马上就接了 就等两天啊 那你赶紧的 你赶紧的 你赶紧的 那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您稍等一会儿啊 我马上就到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还当有点帅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好 我先了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回来了 你坐点 我给你吃点汤去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说吧 孟玥 咱们离婚吧 离婚 我不同意 我已经自续考虑过了 咱们之间的婚姻状态 没有任何感受的迹象 甚至好奇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如咱们趁早好聚好散 经济上我尽量给你补偿 我要的不是你钱 是你 我们十年的感情 你怎么能说忘就忘 如果我们离婚了 你父母那边你怎么交代 我当初就是因为我父母才错误的跟你结婚 这个错误已经太久了 我不想再继续错下去了 即使你不为我考虑 不为你父母考虑 你也应该为我们的孩子考虑一下吧 孩子 对 我们都分居半年了 我们都分居半年了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孩子 千木月 你撒谎也撒一个高明点了吧 其实我早就把你的金子存起来了 我做了试管阴文 孟月 你也太卑鄙了吧 我也是为了挽救我们的婚姻啊 郑飞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孩子吗 现在我有了 还不能打下离婚的念头 如果你对孩子血缘有意义 过几个月我们就去做亲子鉴定 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我不关心 千木月 你以为你用一个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制造出来的孩子就能够把我钻住吗 我告诉你 我已经跟我的律师伤过了 明天他就会把离婚解书送到你面前了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让邓可人勾引你老公 你是在告诉我 你的员工勾引我老公 再由你出面敲诈 是吗 你怎么还反咬一口呢 你的这种手段 我早就见过不止一次了 找个人 勾引你老公 然后桌奸在床 等到离婚的时候 得到一大笔的赔偿 这就是你的方案 要不咱们就把邓可人叫过来 当面对峙 吴主任 不用这样吧 事情闹大了 对你可不好 我跟我老公的背景 你是知道的 这种事情要是闹开了 我怕影响的 会是你们咨询所的声音 有些事啊 咱还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好 牧务员 买单 小李啊 上次赵先生那个案子存档了吗 存档 那方不方便把那个档案标出来 让我看一下 你什么时候要啊 越快越好 主任 主任 小邓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主任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呀 我所有能够做的什么 你自己清楚 现在给我立即收拾东西走人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主任 你想要气 可人一直都挺努力的 可人 怎么了 我被开除了 开除了 为什么呀 你是谁呀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 用不着你来管 我是他男朋友 怎么就不能管呢 男朋友 别以为 别以为什么呀 小邓 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我不想见到你 可人 这个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挣不了几个钱 咱们走 你总好准备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部计划 千万不能出错 今天收拾完了 我们就一让半两 二十万 马上打到你卡里 春飞 回来了 回来了 累不累 这也是我的今天 我给你按摩 好 来 好有劲啊你 周正飞 你干嘛呢你 你是那狗男女 你什么事都看出来是吗 又不要脸啊你 咱们的事吧 不要再说 跟我离婚 就因为她是吧 是不是 我跟你说 咱们俩离婚是早晚的事 一会儿 你骗过多少回 咱俩的婚姻早都已经回到你手里 周正飞 你不要我娘娘 都因为她是吧 好 咱们准备 不要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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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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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你赶紧离开点 你先走 上来上我 快走 老公 老公 哥 叔 叔 孩子 可原 你快走 你快走 大师傅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 跟你男朋友赶紧离开上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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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走 我快走 你快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你怎么坐地去了 慕云 我自己想过 我还是团子肉吧 我真不是故意杀人 老公 你傻呀 即使是过失杀人的 也是要判刑的 可人 是我 我自首 老公 老公 你不能去自首 即使自首了 可人他也回不来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是进去了 咱爸咱妈怎么办 我跟孩子怎么办 所有的这一切 当然都是一场戏 钱国运的目的 一个是除掉邓可仁 借此机会挺身而出 为这个丈夫做善后 第二呢 是为了抓住把柄 让周正非最后无法全身而退 你看 两头他都照顾 可周正非不知实情 他以为在这个慌乱当中 真的自己杀了人 一方面 心里面也是很难过 一方面害怕承担责任 另外还有他自己 弃止钱木云的压力 表面上看 邓可仁终于完成了任务 可是前所未有的伤痛 刺痛 就折磨着他的心 有了钱了 就真的能够开始 新的生活了吗 那女 我找邓可仁 他 他前两天就离职了 离职了 不可能 你把我媳妇从哪儿了 邓可仁 邓可仁 你是邓可仁的男朋友吧 你进来吧 我有话给你 开除他那天 这个男人还牵着他的手 而且 当了那么多人的面 还声称是可仁的男朋友 可是这可仁也没有反对 难怪啊 我今天告诉你这些 就是让你好好劝劝他 别让他走上歧途 麻烦你了 李主任 再见 行啊 邓可仁 没看出来啊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两天忙 现在你再结了 胡欣 我不想干了 我们回家吧 你当我傻呀 行啊 邓可仁 能给我戴滴帽子了 你不知道我是为了谁吗 为了谁 为了谁不能干这种事啊 你不嫌这钱脏啊 大客户出手大宝 这叫大宝 邓可仁我告你 这事没有啊 这事没有啊 都直接放一张,轻软了 好 箱子放那边 放那边 放纸放那边 好 邓克人离开了自己的男朋友 用剩下的钱开了一家婚姻调节所 心理咨询,专门做婚姻调节 他希望能够重新开始 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发现 猪胎案结 怎么呢?怀孕了 怀了周正非的孩子 事到如今他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怎么办 这个小小的生命 他能放弃吗? 还是说他要鼓足勇气去给这孩子 找父亲 好 喂 梅云姐 我是邓克人 你怎么打来了 什么事? 我还用呢?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该打给你的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 行行行行 这样 我明天再打给你五万 原来的账号 不过你给我记着 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赶紧把孩子给我做了 可是我 不要再跟我联系了 喂 喂 喂 天啊 可人 喂 你怎么来了 黑哥 我没骗你吗 我女朋友有钱 你看 给调节锁之后才开的 不行 我已经不是你女朋友了 我又没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亲爱的 你能别这么绝情吗 那咱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再说我这不有难 我才来找你吗 你知道吗 你这个样子真的很让我瞧不起你 这么可人 那你又算什么东西啊 你还瞧不起我 你不就是 听我说完 你不就是奔着钱的小三吗 你跟出来卖的有什么区别 你还瞧不起我 啊 真不后悔 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流氓 我滚出去 哎哎哎哎 出去啊 兄弟 今天我要是拿不着钱 我可就又得给你算算利息了 黑哥 兄弟 今天不用你们动手 看兄弟我的啊 行了邓个人 你让我滚是吧 好 我现在我可就滚到姓周那儿要钱去了 你不能找他要钱 我不找他 我找谁啊 他给我戴的帽子 我找他要精神损失费去 卡里有两万块钱 我事情说清楚了 这是我所有的钱 你拿走以后 咱们俩两斤 拿来吧 黑哥先还两万 嗯 你知道密码吗 嘿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生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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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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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大夫 其实一切都是骗局 从安排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 事情就是这样吧 对不起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来这个医院也是想把这个孩子打掉 我以后再不会打扰你们夫妻之间的生活了 你都没听过我 你欺骗了我 想自己一个人一足了之呢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 我也不知道事情发展上今天这个样子 我也很难受 我当初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不要每天担心敲门的声音 担心着 冯东来收钱 担心那些 讨债的人 可是后来沐云姐 她就一直要挟我 我真的 我真的挺不了的 什么都不管我 这个孩子一定要抱怨下的 她是无辜的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你自己不能一个人决定这个孩子身为的区别 从这个开始 你就好好在医院摇抗你的身体 我先去帮你 注意她的手续 尽管邓可人没遭受到周正非的责怪 但他却无法原谅自己 更无言面对周正非的关怀 于是一走了之 可人 可人 老公 我见到邓可人了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 老公 我是骗了你 你和我也是为了维护咱们这个家才这么做的 不要跟我说了 我现在才发现我真的是不了解你啊 这么荒唐可怕的事你都能做得出来 我现在一想到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我就不怕而立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咱们俩的 你眼睛就这么抛袖母子吗 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可人肚子里的孩子我相信他一定是我的 咱们得把人见 这种可人 你个臭婊子 骗我 钱穆云 这个女人确实是机关算尽 可是真相已经被戳穿了 周正非没有办法原谅她 所以这钱穆云是怒从中来 看样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了解到了钱穆云这个牙姿必报 嚣张跋扈性格的周正非 当然就不会坐以待毙了 那现在邓可人母子明显遇到的是危险 周正非会怎么办 邓可人又会怎么样拯救自己呢 下来 滚 滚 敢骗我 小鸭 你还真是贪得无厌 我给你的钱还少吗 还去找我老公 沐云姐 我真的没有去招惹她 我们是在医院碰到 我本来是要去把孩子拿掉 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到我 你是个妄 怎么这么巧 成千上万的人 你就碰巧遇到我老公了 我早就愿意离开这儿 让你走你不走 今天我毁了你的荣 弄掉你的孩子 我看看要不要你 给我包死里打 站住 站住 可人 没事吧 可人 原来周正非在钱沐云离开后就察觉不对 赶到公安局报警 从而巡获邓可人和钱沐云的下落 在危机关头解救了邓可人 行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你早点休息 请他从这儿 他不就是了 他只是被钱沐云所设计了 一步步陷入了钱的圈套 他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 但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存在很大过失的 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谢谢你们 那太麻烦了 先这样吧 事情虽然已经完结 但是留在周正非和邓可人两人心中的阴影 却没有那么容易散去 钱沐云在逃跑的过程中流查 待他康复之后 警方立刻对他展开审讯调查 都是周正非逼我的 你冷静点 前一开始 就是一个恋谈 我也没想到会搞成这样 我跟他已经分居半年了 我都感觉到 婚姻走过了尽头 可是我不想离婚 我就去朋友介绍了调节室 没想到 没想到 我才能看到了邓可人 那个时候 柯种各样的想法 就都跑到脑子里 之后 我就开始找人调查他 分东西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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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